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葱蒜香油蒸鸡 做法很简单,大家应该是 又经济又易煮,而且味道很香 希望大家喜欢,看影片前帮帮忙 订阅,分享,留言,还有给like 好,立刻去片 好,让我讲讲这个蒜香蒸鸡腿的材料 很简单,鸡上腿有三只 鸡上腿之后,香港买到的鸡腿 最前面那一节 它是连骨斩了出来的 洗干净,填干水 然后葱有三条,我分开两个部分 葱白,我分开它 加了一块姜,切成一块粗粒的姜米 备用 然后葱到的地方,切成葱花 最后,做成一个葱蒜油 铺在鸡上,相当好吃,很滑 蒜蓉大约2汤匙 首先来讲讲腌鸡 因为之前我腌鸡的时候 我也有用过姜葱水去腌 这次也不例外 但上次因为我用手去拿些姜葱 拿些味道出来 始终不是太刺激 所以想起来一个方法 就是用一些 搅碎的方法 把姜葱放进去 搅拌机里 我这个是一个微型的搅拌机 然后加入大约3汤匙的水 然后将鸡打碎 好的,稍后 再加入鸡腿 现在先加入其他的材料 先加入胡椒粉 加入半茶匙的五香粉 加入盐 那份量 你预大它是半茶匙 一茶匙的糖 一茶匙的粟粉 然后全部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然后用鸡腿 鸡鸡 鸡鸡鸡 搅拌均匀 这个效果 用手搅拌均匀 所以将姜和葱 融入水中 那些味道 也全部都会出现 所以不用拌均匀 在煮之前 要把姜和葱 拌均匀 好 然后搅拌均匀 然后搅拌均匀 现在已经腌均匀了 腌均匀 腌均匀 现在腌均匀 腌均匀 搅拌均匀 然后搅拌均匀 在蒸之前 要做多一点工序 在表皮面上 搅拌均匀 薄的油 待会蒸出来 颜色就会更好 就是少少装饰 不需要太多 很薄就可以了 不要看到我 用这么大碗油 来搅鸡腿 很浪败 因为这些油 一会会做葱蒜 然后搅拌均匀 这样搅拌均匀 蒸龙鱼 旁边也滚了水 立刻去蒸 好了 蒸龙的水滚了 现在就把鸡腿放进去 用一个中大火 盖上盖 蒸了20分钟 20分钟之后 再和大家继续 好了 鸡腿蒸了20分钟 现在拿出来 放冷净 一会儿 然后才斩均匀 那些汤汁就可以不要了 那现在转头做完 那个 葱蒜油先 好了 锅里面大概三汤匙的油 烧热了油之后 现在转到中火 把葱蒜放进去 把葱蒜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再加一点糖 半茶匙 加一点黄椒粉 加一点黄椒粉 再加一点黄椒粉 不用太多 把葱蒜爆炒在鸡里 然后淋上鸡里 这样我比较喜欢吃 因为有很多人的做法 就是把酥油淋在葱蒜里吃 这个有各种吃法 但是我喜欢这样香一点 因为你把葱蒜爆炒之后 那些味道可以在油上 那你淋上鸡里 就知道 油也有这样的香味 我觉得 摄法不得更好 那看到这些蒜有少少焦香 而且已经出了香味 就可以关火 然后淋上鸡里 好了 现在把葱蒜油淋上鸡面 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葱蒜的香油蒸鸡 就完成了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的朋友 就记得留意我下集的影片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集完